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凌晨,德甲繼續有好戲上演 到時多蒙特將作客挑戰波琴 多蒙特如今在積分榜中領跑 球隊戰鬥力之強可見一班 反觀波琴為列積分榜下游位置 彼此之間的積分差距多達33分 雙方實力之差距可謂一目了然 啟齒等強弱懸殊的對碰當中 當然看好各方面崑佔優的多蒙特笑到最後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波琴今季表現顯然未如人耳 二十九輪聯賽戰吧 他們僅錄得百姓三和十八負的劣跡 十八場失利也是目前的得甲之嘴 暫時積27分的波琴 只能排在積分榜下游位置 由於同各班區球隊的積分差距並不大 在聯賽所剩無幾的情況下 波琴保總壓力之大可信而知 貢不銳手不穩的問題今季一直困擾著波琴 要知道他們聯賽至今崑佔僅能夠攻入1.1球 而崑佔失球數卻多達2.28個 其中防守扁認為聯賽最差 球隊落得如此甜蜜的確在情理之中 自問戰鬥力薄弱的波琴金像 如何能抵擋著實力強環的多夢特衝擊呢 重觀波琴的陣容 他們明顯缺乏強力的攻擊手 對中今季聯賽入球最多的 比菲利普何夫曼目前僅有7球的進場 可見球隊的攻擊力根本無法叫板多夢特 另外波琴已經連續四輪聯賽未常勝責 期間每場比賽坤被對手撲滿 其中兩場的失球數更是達到3球或以上 球隊更放之差無需多遠 儘管今季助陣主場 但對於波琴的幫助並不大 加因他們最近五輪聯賽主場 僅取得可憐的一場勝利 其餘四仗全敗 球隊現時並沒有什麼主場戰鬥力可掩 金像迎戰內勢洶洶的強敵多夢特 波琴主場淪陷恐怕作所難免 陣容方面 門將保羅加維和後衛奇魂舒洛達碧克因傷缺陣 而在另一邊 多夢特今季聯賽表現足以令球迷滿意 二十九輪聯賽過後 他們取得十九勝三和七負的佳責 手押六十分力 一號門拜仁慕尼克暫居積分榜首位 在緊淨五輪聯賽的情況下 只要多夢特能夠保持水平 球隊大有希望將聯賽錦標收入囊中 因此一眾將士在戰意方面無容置疑 多夢特今季攻防表現相當坤衡 他們聯賽至今有著坤長攻入2.28球 指失1.34球的出色演出 這顯然是球隊真勝的一大倚仗 另外多夢特今季可謂全民皆兵 陣中多達17名球員在聯賽中有所斬莫 特訓點更多的多夢特今將 肯定會令波琴後防線防不勝防 而於近況方面 多夢特最近三輪聯賽錄得兩勝一和階正 期間狂入九球之多 祖迪比林函和斯巴斯坦加賀拿等攻擊手 在這段期間均有建選 相信狀態不足的他們 今將能夠給波琴一眾守衛施加足夠的壓力 此外多夢特在實力方面遠勝金將對手的波琴 其中在雙方最近兩次各項賽事交鋒中 多夢特坤能夠笑到最後 而且期間得失球比達到5比1 可謂完全指押對手 球員在心理方面無疑亦佔優 在各方面都佔優的情況下 志在爭冠的多夢特這次出征 肯定不會輕易錯過全取三分的大好機會 陣容方面後衛尼高舒諾達碧克和馬迪奧摩利等人因相眷勤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